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一中国女人在英国 我是除阳牡丹 我太兴奋了 因为不到一小时之前 我看到邱家军先生的一个视频 他说向世界报道 刘霞破旧了 刘霞已经在从北京去往德国的飞机上 我确实是太兴奋了 我在为刘霞高兴 然后正巧我去乐购超级市场 因为我孩子要开一个小派对 所以我帮他买点东西 于是呢 我就想起来 今年的5月5号 我上传了一个视频 呼救所有的朋友来救救刘霞 因为我看到他哭泣的一个视频 七分钟的 很惨被控制在他的房间里 我要说一说 尽我的可能吧 结果从那个视频到现在呢 正好两个月时间 那到今天是10号 我刚刚放上去一个我的视频 是我做瑜伽的 回来就看到这个消息 我从来没有看到邱家军先生 孝成那么那么开心 那么由衷的 那么 我没有见过他 他做那么多视频 没有见到孝成 今天报道刘霞这件事 孝成的样子 于是我 我在乐购的时候 我一边看东西一边想 我说我回来一定再录一个视频 表示庆贺 然后呢 因为我记得上次我是喝的这个酒 这是德国的一种啤酒 就这么巧 刘霞又去了德国 那我说我就在当着镜头面前 我再喝一次 我要庆祝一下 为他欢庆 为他欢喜 刘霞 你解放了 真的 真为他高兴 后来我刚才还在想 我说 有谁能知道 留下此时此刻的心情呢 真的 今天再留泪也是高兴的泪了 然后我呢 就在乐购买了点 这个叫猪肋骨肉 它卖得很好 很好吃 有时候不咸还是很好吃的 然后呢 弄点小萝卜 还有我们家后院 长的 刚刚下来的这个小西红柿 没有多少了 很辛苦 要浇好多水 然后这是我昨天晚上炒的豆腐 然后这是 从我家花园摘的 这种甜花 很好看 很好看 一醉放休了 这回 我就相信 我就试想 我说刘霞会 当他的脚踏上 那飞机 那一时刻 他应该是多么复杂的心情 因为他作为一个 刘晓波的妻子 他的人生经历 他的心理路程 是最艰难 最复杂的一位 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很难想象 也很难去设计这种感受 当时我看到他 已经剃光了头 就那种 无情无欲的那种状态 就已经引起我特别大的同情了 我相信 我们都是女人 你说就该找他吗 该找 就是刘霞 轮到自己 他就是这么不幸吗 而且我对他 真是素未相逢 我上次录像视频 我就说 我相信 刘霞看不到这个视频 而且他就算 今天他看不到我这个视频 这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 刘霞 获得解放 刘霞的双脚 真的踏入了这片自由的土地 但是我可以想象 他是多么艰难呢 那么多年 所以我当时我就想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鼓励他呢 我相信也鼓励一些 看到视频的这些人 于是我就 坐在盛开的 那个牡丹花钱 因为五月份的时候 就这些花 就是这些 还有那边 五月份的时候 那个 牡丹花盛开得很好看 很漂亮嘛 所以 我也就在 当时 也是刚刚从德国回来 我说 又找到德国啤酒 还在那种兴致之下 所以就说了一些 我觉得我能说和 说的 对的话吧 至少我鼓励刘霞要活下来 要好好活 他今天赢了 因为他真的 解放了 知道在欧洲国家 一定会成立一个什么妇女协会之类的 会成立一个什么救援组织啊 这边很多的 英国很多 就是说 如果你家庭有困难 好像说作为妇女吧 就是说 如果你受你丈夫的虐待的话呢 你看我现在有点像受了丈夫的虐待 是吧 我们都被有一些 不同程度的被虐待 在英国呢 他会有一些机构 去让你去得到求救 然后也可以通过政府的一些机构 或者你找律师 你可以上诉 然后呢 有一些律师可以帮助你 去制止你 就是丈夫虐打你的行为 很多很多机构可以帮助的 那另外原来有一个就是 我孩子小的时候 就是一个叫STAR 他就是帮助一些 今天阳光没有办法了 我想是 帮助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 很多人有黑人白人 还有 其实有些家庭没有问题 他也去 因为他是免费的嘛 所以会帮你看两个小时的孩子 你可以自己放松一下 你不可以离开那个俱乐部 但是有人带你的孩子 跟你孩子做游戏 然后也让你的孩子接触外界 这样就是整个 你就是在里边 你可以做瑜伽 可以跟人聊天 可以建立朋友 所以在英国这边 确实是有这些组织 那刘霞就 真的我看我那视频下面 真的没有多少人看的 不到500人看我的视频 我是说 救救刘霞吧 那些 出名的那些女士们呢 她们为什么不出来救救她呢 我这光有点太暗了 我看再调一下 好 因为光线 我再转了一个位置 这样不会 我的脸不会太黑 我又想起一首歌呢 就是 我曾经讲过的那个 黄岐山 黄岐山女士唱过的一首灯塔 她说那灯塔的光 屹立在远方 那是我心中 屹立着不变的爱 突然醒悟 铭心刻骨 让她终于可以 放生的痛哭 还有一段是说 可以放肆的痛哭 亲爱的刘霞 今天你自由了 我相信我能代表所有 真正懂得女人 爱护女人的 所有的女人和朋友们 她们都会像我一样 在衷心的为你高兴 为你今天简单的摆上 这些小吃的 表示一下 一种祝福的心情 你会做什么呢 你到了德国的第一天 当你的双脚踏上 德国的土地的时候 你会说 我自由了 我解放了 我相信这种感受 只有你自己 最真切的感受 那你也就 放肆地大哭一次吧 我已经控制不住眼泪了 我今天是高兴的眼泪 你哭也是有权利的吧 你就好好对着镜头 给我们好好哭一场吧 然后我就说 我看到邱家军先生 一直在提 刘霞解放了 然后呢 到了德国 稍加休息 就跟我们讲 什么 她丈夫 刘晓波的事 她怎么被迫害 她的什么经历 她为什么去 那么年轻早逝 怎么怎么 一直在鼓励 刘霞 立刻做这件事 我不这样看 我要可以说一点 不同意见吧 在这里 因为我相信呢 就是说 刘霞身心 已经受到很大的创伤了 我能感受那种痛苦 我能感受 你想象吧 她已经不是一个 一个正常人 可以承受的生活吗 所以她坚决 那么勇敢的 那么有任性的 活了下来 活着 就是最大的胜利吗 她活着了 她活下来了 但是之后呢 我就 我个人觉得呢 从女性角度 如果我是她呢 我不能说 我忘记仇恨 我觉得这是一部 其中的一种 活人的方法吧 如果你老怀着仇恨 你怎么能活好 明天后天呢 是不是 你在特别是这个阶段 我认为 刘霞不要去做什么 上电视采访啊 立刻控诉共产党 我觉得没有必要 另外也太超之过急 是不是 如果我是她呢 我觉得我建议刘霞呢 就是先放松自己 先调整自己的身体 调整自己的精神 因为她从那种环境出来以后 她需要一个时间 去缓冲 去放松 调整自己 我觉得是第一 第二呢 没有必要去面对面的 去针锋相对了 因为她身后什么也没有 她又没有什么强大的军队 又没有什么政治 后台 她做什么 都没有必要出来再讲这些了 我觉得她已经在国内忍了那么久了 那就 那就 那就再放松自己 是吧 好好享受一下德国的大自然 德国的新鲜空气 食物 然后呢 好好休息 睡睡觉 好好的 在乡村散散步 然后就当自己消失一段时间 第二个视频 我就说 如果我是刘霞 我怎么怎么做 那我现在 我再设想一下 如果我是刘霞呢 有时间我愿意学德文 我就学学德文 是吧 我愿意写写自传 我就写写自传 写写我自己的人生 写写自己的童年 写写自己的少年 然后 怎么认识刘晓波 那种细节的东西 摆在落成 白纸黑字 很多人会看的吗 很多人会读的吗 她跟刘晓波呢 就是引起世界瞩目的 所以是她才是 那么备受关注 那目前她这个处境来讲呢 我认为就是 尽量的 就是 放低自己的这个 这种不要高行 口号了 我要在共产党干 对着干了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你可以好好地去写 你跟刘晓波 你的爱情 然后呢 再想再写一些 你后来跟刘晓波 被涉入这个政治迫害的 这一些更年年月月日日 这些事情 现在就是说 你有这个机会了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留给后人来看 好过你在 这个当口 刘晓波先生已经去世了嘛 而且呢 大家都看到 所有在她发生的一些故事了 新闻报道也不少了 那作为刘霞 是她的太太呢 我作为女性 和我的经历 和我的感悟吧 我相信还是低调的好 没有必要把自己呢 做得那么张扬 而且再引来 没有必要的伤害 你已经受害够多了 而且邱家军先生 还在支持波莫女孩 他在搞签名 在搞一些捐助 希望她能成功啊 今天是高兴的酒 是高兴的泪 我也在此呢 衷心感谢那些 帮助了刘霞的人 衷心感谢德国 帮助了刘霞 使她能有机会 获得自由 刘霞别忘了 一定多喝一些德国啤酒啊 把身体养好 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